- 年内七次加息,良药苦口 股市黄金一同回光返照 大家好,欢迎收看ACY证券今日市场分析 我是你们的分析师Peter 昨日美联储不出意料开启了加息的周期 将联邦基准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 符合市场的判断 不过本次决议当中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点 首当其冲的便是利率点证图当中体现的加息预期 美联储多数官员认为今年还会加息六次 正好对应上之后的六次会议 比周一市场预期的稍弱一点 受此消息影响 全球的股市和黄金价格同时利空出境快速反弹 这波涨势能否得以延续值得所有投资者关注 除了加息以外 决议的表述中还有很多大刀阔斧的改动 在缩表方面 委员会认为在下一次会议中会开始削减债券持仓 同时美联储删除了疫情相关的风险评价 并新增了俄乌战争引发的通胀上行压力 同时大幅度下调了今年美国GDP的增长预期 在鲍威尔随后的讲话中 先是对普遍的高通胀表达了担忧 但仍然否认了薪资通胀在螺旋上涨 同时也不承认美国经济有衰退的风险 不过在讲话的最后还是表示如果通胀失控 会加快紧缩的步伐 并没有把话说满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本周油价的持续下滑无疑支持了鲍威尔的观点 然而从外汇市场的表现来看 伴随油价的触底 澳元和家元已经开始了大幅度反弹 我们在之前的分析中提到过 原油现货的换汇需求比期货更加早一步影响市场 因此油价大概率会在近期触底反弹 恢复到上涨的趋势 而这无疑不利好美国的经济和股市 此外从国债市场的角度来看 股市的反弹并没有扭转债市对美国经济的看衰 十年和两年期的国债利差继续下滑 而三十年和五年期的国债已然跌破了零线 收益率曲线呈现了倒挂 这一切都说明整个金融市场并不看好美国未来的经济 即便有利空出境的短线反弹 美国的股市仍有可能处在下跌的趋势当中 而美元则很有可能接近价格的顶部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看空美日、美加和纳指 以及看多澳美原油和基础金属等大宗商品 仍然是主要的交易机会 由于股市和黄金的反弹动力较强 日内仍有上行的风险 因此高位看空可以关注美日货币队 从美日货币队四小时图来看 伴随股市的反弹 美日汇率连续的大涨 不过从指标方面来看 K线已经触及到布林带上沿 随即指标形成了超买区死差保持开口 MACD快面线同时形成了死差在高位纠结 注线有形成顶部背离的可能 整体来看 美日虽然有上行的动力 但相比于股市和黄金 动力已经开始削弱 存在左侧做空的机会 入场时机主要关注随机指标 回到中心区域的利空信号 限价上方的阻力 主要集中在120的整数位大关上方 而下方的支撑则要看 117.8和116.3的两个中计位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日关注数据 欧元区有两月份CPI年率 美国方面有当周出寝失业金人数 当周EIA天然气库存 此外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将于今日发表讲话 美国央行也将于今日发表利率决议 需要重点关注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